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住在圣殿里面 所以有一种观念认为接近圣殿就是亲近神 所以接近圣殿是他们的一种权利 所以他们尊贵的人就能够坐得越靠近讲坛甚至于祭坛 而外邦人既是远离耶路撒冷河圣殿的 那当然也就远离神了 所以他们称呼外邦人叫做远离的人 但就灵性而言 其实远离神他指的就是根本不知道有神 不知道神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此我们和神之间就遥远到一个无法碰触的光景 那我们原来是这样的景况 但如今却成为亲近的 并且不但亲近 我们还能够紧紧的与他相连结 而我们要了解这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权柄全力 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以如果我们感受到与耶稣有距离了 那很可能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忘记或是没有去知取耶稣的宝血 在西伯来书10章19节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精进神 唯一的倚靠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那么圣经当中 谈到主耶稣基督之时呢 会有不同的称呼 比方说会讲耶稣基督 主基督耶稣 主耶稣基督 其实这些排列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去思想 它也蕴含着一些不同的意义 比方说我们把主放在前面 那我们可以说就强调他是主 把基督放在前面强调这是我们要得到的目标 把耶稣放在前面就强调拯救 所以这个地方讲基督耶稣 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成为基督的目标 而我们是有依靠的 那十四节告诉我们 因他是我们和睦 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这边特别讲 他是我们的和睦 就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存在于我们里面 基督生命的丰盛 就是我们和睦的根源以及和睦的力量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 同样为基督徒 怎么样我们能够和睦 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与一 在什么样的真道上同归与一 不是我们对于神学的观点 不是我们认为什么样子才是罪的 甚至于说不是我们认为 什么才是神不能饶恕的罪 什么才是可以进天国的保证 而是在于我们同样都以基督的生命 以从神来的真理 作为我们遵行的最高指导原则 那既然是以基督为最高指导原则 可以让我们碰到 与我们不同的看见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爱 能够尊重 能够包容 那么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 因为他所信得受到困难 跟痛苦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成为挽回忌 我们通通共同都知道的是 我们愿意为对方舍己 愿意饶恕 那当我们都愿意这样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任何的事情 会成为问题了 那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和睦 那么这一节呢 其实它是把前面一节所说的现象 更深的来分析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与神亲近 是因为他本身是我们的平安 基督耶稣是包含律法 并高于大于律法的 也就是说 原来的约他的范围是在律法之内 这个也在基督里 就律法并不是跟基督无关 并不是在基督外面的 而是也在基督里 但基督是大于律法的 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那么在耶稣基督保写恩典的根基之上 我们因信就被圈在一个 新的约的范围之内 这个范围叫做基督 因为行律法的目的 它的目标其实也是要让人 能够被提升 能够追求基督的生命 但是就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律法就会让人觉得 我只要做到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没有办法让人 进入到完全的追求 进入到基督的追求 然而从恩典入门的人 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追求基督 所以律法跟恩典 就不再分隔对立 成就了合一 那么这合一它包含许多的意义 包含神与人的和好 包含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的和好 包含人与己的和好 人与人的和好 那么这里的和睦 在原文是和平和睦安宁幸福的意思 它指的是一种美好的景况 那么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 才能够产生一种真正的平安 这个平安它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并且做成了合一 这也揭示了一个真理 就是真正能够拆毁隔断的墙的 只有基督的生命 当然都愿意追求基督的生命 并且以基督真理作为行动的根基 那隔断的墙自然就被拆毁了 那最后我们来看两下 两下指的是敌对的两面 如果我们从字面直接来看 当然保罗所指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 那中间隔断的墙指的就是 以色列人不许外邦人进入圣殿的栅栏 它就表达 肉身算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 行割理了没 就不再是问题 只要凭着信心领受同样救恩的根源 追求同样生命的目标 那么不论在地上是什么样的国族 在基督里就是家人 但是犹太人往往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 那更广义的来说 指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阻隔 因为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让这个阻隔被打破 我们就能够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 那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能够让弟兄姐妹更加的明白 神打破中间隔断的墙 并且合一 没有拦阻中间真正的意义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愿神与美味同在 谢德江